电视剧《飞虎之壮志英雄》是继《飞虎之前行极战》、《飞虎之雷霆极战》之后的第三部《飞虎》系列的电视剧 由苗乔伟、黄宗泽、吴卓熙、张兆辉、马德忠、梁敬辉等人主演 从蔡兆培给杜文斌研制DH2开始,许森就扮演着合谋的角色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许森不仅知道了DH2研制的方法,甚至胁迫蔡兆培 杜文斌、许森、蔡兆培三个人合伙制造DH2的目的 就是换出杜文斌的妻子、杜义莹口口声声的大嫂 杜文斌的妻子得救,杜义莹选择原谅高子乐 从杜文斌的住所看得出来,高子乐从中找到的那些女性用品 杜文斌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妻子 哪怕她的妻子深受其害,变成满头白发 张家轩被许森救出去之后,JJ又约见了乔治 所以,许俊飞、高子乐、张伟化通过回忆当初 JJ接完电话,就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情 找到了乔治的隐藏地址 结果,乔治和JJ碰头之后 一个逃跑,一个被抓,也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防线 这部剧有三段感情线索 一,杜文斌和自己的妻子之所以要研究出BHR 就是要营救出自己的妻子 二,高子乐和杜义莹 在营救杜文斌的时候,高子乐受伤 杜义莹过意不去,选择了原谅这个曾经利用她的男人 三,还有就是张家轩和何家宝 两个同时在警队里的人,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家轩和家宝见父母,结果被催婚 当张家轩和许森下落不明的时候 张家轩的母亲打来电话询问 何家宝为了不让老人家担心,故意撒谎 后来张家轩被救起之后,母亲选择原谅了何家宝 或许是为了儿子的事情而着急 当DHR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张家轩带着自己的父母和何家宝见面 何家宝为此还特地下厨,准备展示自己的厨艺 但是,事情恰恰不如人意,不仅烧焦了 而且没有太多令人垂涎欲滴的感觉 家轩维护家宝,做好两手准备 或许就是情侣之间的默契吧 赶在爸爸妈妈来到之前,家轩特地买了很多的熟食回来 但是还是被鼻子灵敏的家轩爸爸发现了 不仅如此,黄口无遮拦地开始催婚 没有想到的是,张家轩还以为家宝会尴尬的 结果家宝非但没有尴尬,还同样的提议 要和家轩举办一场大大的派对 家宝也算是明白家轩父母的心理所想 为了完成老人的心愿,这样做也未尝不可 只是家轩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许森露面 接下来,S小队迎来了最后一场战斗 那就是失踪的许森又抛头露面 不仅又在研究DHR,还被家轩发现 家轩和许森从小就是好朋友 在患难的时候,许森告诉过家轩 自己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 结果家轩很难认可他的观点 现在两个人又狭路相逢 特别是在到处都是DHR的环境之下 一方面要将许森给控制住 另一方面要防止这些药物泄漏 许森暴露,DHR泄漏,家轩牺牲自己 家轩选择了牺牲自己 将自己关在了小屋子里 然后将其他人全部推了出去 故事的结局到了很关键的一步 家轩能够安全地逃离吗